標題《獨魔》《終極一舞》《影評》 從黑暗中掙扎出來的精彩瞬間 這個《獨魔》系列級筆者的整體感覺就是漆黑一片 特別是在串流平台上觀看時 仍莫感黑得身手不見五指 而為了準備第三集的上映 筆者最近便特地在串流平台觀看了2021年的第二集 卻僅看了十分鐘便被拿個充滿了深淺不同黑色的畫面 激得氣憤不已地因而關掉了電視 宣佈放棄再繼續看下去 若非男主角湯海裡的演技實在吸引 若非如此 筆者恐怕無法堅持下去 看這個所謂的終極一無聊 或許正恩如此 第三集反而成為系列三部曲中 讓筆者看得最為精神爽利的一集 這並非因為故事極度精彩 卻是在在於大部分的氣氛 均在白天取景 筆者能夠清楚地看到猛毒如何與對手周旋 觀感上好多了 再加上情節也加上集為爽趣 導演總算交足了功課 當然,這個猛毒系列的票房異常成功 也是電影公司能夠堅持拍攝第三集的主要因素 例如,第一集的製作成本為1.16億美元 卻收獲了8.56億美元的票房 第二集的成本僅為1.1億美元 票房亦達到了5.06億美元水平 在這樣的盈利情況下 電影公司又如何會放過這隻衛生金蛋的雞呢? 另一方面 由於上一集的導演Andy Sergis 未能繼續執導這次的第三集 因此電影公司特地提升了首兩集的編劇 Kelly Mario為導演 卻反而活化了劇情 他更以女性的角度 加入了那一家四口 探索51區外星人的角色 其中的小男孩與男主角更產生了另類的溫馨交往 為劇情增添了一絲同真及友情 特別有趣的是 在電影預告中 觀眾已早知道 猛毒會與好友集播店老闆娘陳太太 在拉斯維加斯倒成中共無的一幕 雖然看起來有些不能不累 但也讓觀眾看得開心 至少能在冷冰冰的劇情中 注入了不少的溫情描趣 儘管如此 本片的整體故事結構仍然熟口熟面 不且沒有看過漫畫原著 只覺得本集像是捉鬼敢死隊 Ghostbusters 及變形金剛 Transformers 的混合版本 話說在那遙遠的共生體星球裡 有一位黑暗之神 派出類似捉鬼敢死隊 中騎馬斯的獵犬型怪獸去追捕猛毒 藉此召喚鬼王出關 而雙方正邪之戰 也由天上打到地下 猛毒與獵犬型怪獸不停翻滾落鬥 場面彷彿在看海變形金剛 中擎天柱和霸天虎互相扭打的景象 儘管故事情節薄弱 但導演至小樣片只不至於塵門 盡力讓作品在打打少少的氛圍下 度過一小時四十九分鐘 已經算是盡了力 或許是由於男主角 讓湯海里只簽了三部片約的關係 因此這次第三集的名字叫做 終極一舞 The Last Dance 但官乎電影的結尾 卻仍未算是正式告終 編劇特地留下了兩條尾巴 或許是為了方便日後 猛毒 蜘蛛合電影中連接 讓湯海里所飾演的角色與蜘蛛合 互相較量一番 跟著共同合力對付強大的敵人 也未可知 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 收聽或者收看La Movie Blog的影評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庭 謝謝 請緊接著 4小時 5小時